庆祝6月1号儿童节 富裕国际推出活动 让雅加达街童开心的过节 在雅加达西区举办的活动当天 有150个街童参与 表演采用小丑来连贯整个热闹场面 活动过程中 不管是大孩子小朋友都积极参与其中 孩子们抢答小丑提出的问题 并可以获得奖品 大家在这一天开心的过了儿童节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呼吁 每一个国家、社区、家庭都必须行动起来 为创造保护儿童的环境而努力 每一个孩子都有生活和受教育的基本权利 但是家庭的经济负担 可能导致一些孩子必须流过街头 从事超越年龄的工作 度过童年 使得街童一直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社会问题 为了庆祝6月1日的儿童节 呼吁国际在全球同步举办儿童活动 陪伴街童庆祝 印尼富裕国际将儿童节活动 针对街头流浪的街童和育幼院 在雅加达西区 Duriko Sambi举办儿童节活动 陪伴街童和育幼院儿童 度过难忘的节日 这是个开放生日 开放生日 为星期展续 我们的开放生日 在全球周年 在全球世界 我们在一百十个国家 顾客是 威力典子的光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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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胸子的光临 并赖免兴 给孩子不幸 一百五十多位街童 还有来自育幼院的孩子 在小丑的陪同下 欢乐玩游戏 唱歌 强达问题 过着儿童应有的童年时光 富裕国际更希望 唤起各界人士一同关怀 印尼街童的问题 但仍有责任保护儿童 不受暴力和虐待 实现每个儿童的梦想 我们希望 在印度尼西亚或世界上 我们看到很多孩子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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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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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希望 我们希望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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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愿意